Color Builder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Nespresso这款新的Virtual系列 这个系列其实在欧美已经上市挺久了 国内目前市场和这款比较少 我最近经常在朋友圈刷的广告 所以我就先买来跟大家试试看 最主要是对比一下相比老款的这个胶囊机它有没有提升 今天我会先从机器操作的部分来讲 后面我再着重的说一说胶囊的部分 这个新款的机器它的制作方式跟老款有点不太一样 老款的小的胶囊制作基本上单手操作就解决了 这个新款它的放胶拿完的方式是需要打开上面冲主头的操作的开关 特别是在盖上的时候 它这个阻拟感是比较重的 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是需要双手来操作的 另外这款机器在制作的等待时间上也会比较久 从按下按键到出咖啡液需要等大概15秒钟左右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以为是我没按到按键的 后来我才发现是这个中间它间隔的时间比较久 机器工作的时候它的声音大小还算OK 能听到里面是有类似旋转的这样的声音 然后出咖啡液的时候也是伴随着机器里面旋转的声音 咖啡液再出来 咖啡液再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它能做出来厚厚的油脂 也是靠旋转之后上边的那层crema被打棉打厚来实现的 关于咖啡的油脂其实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普通的消费者会觉得油脂很好 但是有顶尖的咖啡师会觉得油脂crema不好 我是觉得是看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看待它的确 crema是评判咖啡新鲜度的一个标准 但是crema的存在多少会影响到咖啡的干净度 那见人见智吧 那机器部分其实没有啥可说的 因为那它比你在家操作一台微波炉还简单 我主要还是想说一说新款的胶囊的味道这一部分 那新系列的这个virtual的胶囊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它肯定不能通用 那这款呢它只能用自家的这种圆的这个胶囊 那口味的选择呢其实还算比较丰富 像这个espresso系列 那它呢是扁扁的 那这个是单份的espresso 然后还有双份的espresso 还有大杯的这个longo和马克杯系列 那马克杯系列的味道是最多的 那胶囊呢会更大一些 那还有单品系列 咖啡师系列 从价格上来说像这种单份浓缩的话 一个是4块钱 那双份的浓缩呢是5块到6块 那马克杯系列呢它是6块到7块一个胶囊 那平均算下来会比之前的老款的胶囊贵1到2块的样子 那总体来说价格还能接受 没有说贵到哪里去 每个系列呢我都挑了几个口味 做了做喝了喝 我来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首先单份的espresso和双份的espresso 从整体的口感上来说 因为机器制作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刚开始制作出来的油脂泡沫很多 那所以说呢 咖啡在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你喝的时候 感觉比之前的口腔更满一些 那喝起来的感觉到口腔里边还是很舒服的 特别是刚做出来有泡沫的时候 到嘴里边就是有点绵绵的感觉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个如果你放了几分钟之后啊 它的泡沫就会消散掉 你再喝的话这个口感跟老款呢 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 那喝Longo和马克杯系列的话 会比之前老款的胶囊浓度要高一些 因为之前的胶囊都是6克左右的咖啡粉 那马克杯系列那这款大的呢 那我撑了一下它有13克 那足足是之前的两倍的量 那所以说明显喝起来的话呢 浓度更高了 比之前浓郁很多 那两倍的咖啡粉量相比之前贵一到两块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良心的 那但是啊 凡事还是有但是 我觉得新管的这个机器啊 它其实也没有啥升级的点的 能做出来更多的油脂 其实也不算是技术上的突破 只不过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呢 就是哎 我们看着金色的这个油脂 心里边可能会更愉悦一些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希望能够点赞转发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对了大家 如果你们对胶囊感兴趣的话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多 那我后边的话会单独的再出一期 每一个胶囊的它的味道的测评 如果想要看的话 Q播666 Cheers Cheers 下期见 Cheers Cheers